你看青苔都在這邊了 每次都清理清理都沒有辦法 每次弄到這邊 這邊也做一條 也是水還是排不下去 一條就在這邊 每次都這樣環保局 這樣子做的話 看能不能改善一下 人行道上長滿青苔 積水久久未退 位在綜合國小 擋土牆下方的勾曲 因為深度太淺 容易堆積青苔 也造成行人走起路來 容易滑倒 水如果在路面上 它會長青苔 那老人家跟小孩子 因為綜合國小在附近 那老人家要坐公車 這公車站板也在這裡 所以每天都會經過的地方 真的很危險 此外當地里長也反映 人行道路源設計的泄水孔 和路面出現高低差 導致路上的雨水無法宣洩 造成綜合路路面容易積水 水溝這麼高 水溝蓋這麼高 水這麼低 這裡 馬路這麼低 水都沒有辦法排到裡面去 關心綜合國小前面人行道 及路面排水問題 金融市議員林佩祥 郭美秀邀吉的公務處 到廠櫃堪 研議改善方案 還是要麻煩公務處跟環保局 在極端氣候 在美雨季節跟颱風來臨之前 積極地來去做清淤的動作 畢竟如果沒有清淤的話 那我們可能遇到大水的時候 就很有可能滿意出來 造成淹水造成民眾的不便 第二個也是嚴請公務處 來去重新計劃 重新規劃有關排水的方向 有關排水的方向 跟排水的整體的設施 畢竟來說 剛剛里長也特別提到 我們在綜合國小人行道這邊 排水是有所謂的高低的落差的 所以因為高低落差 所以會造成說大雨來時 排水可能無法順利排進去水溝 這個大溝裡面 所以這點我們希望公務處 能夠盡力來去改善 水溝容量還有淹水的問題 我們會請顧問公司 先做這個容量先評估 然後理論上 假如說這個設施容量不足 我們就會進行這個水溝的拓寬 那基本上我們這個部分 還是會說每年定期要清淤 因為清淤事實上 是我們先確保這個設施 可以完整發揮它的功能 那有關這個人行道的部分 這個有涉及到我們公務處 那個公務建築科部分 我們會寫進公務建築科 一併來解決這個人行道 當獨牆這邊排水 以下會先流到這個 人行道的路面的問題 像安樂區來講 他們一年可能會 像這種大排水溝 差不多都會清清理兩次 就會來這邊清淤 對 所以說我希望我們這一條一樣 因為不然它都有澡劑出來 經過這邊的人 第一 路面滑倒 一滑倒 它長青苔 第二 大排 它排出來的澡劑 真的很惡臭 也希望能改善 為了解決當地排水問題 政府公務處承諾 會請規劃顧問公司 針對排水量進行評估 未來針對排水的問題 做進一步的改善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 嗯 嗯